加害我们的人 诽谤人 陷害我们 这些人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 看待他 他是我们的老师 是我们的善友 他来考试我们 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 我们通过就毕业了 就成就了 功德不会丧失 步步高深 释迦牟尼佛因为 受戈利王各界身体 没有怨恨 还感恩告诉他 我成佛 头一个度 真的 释迦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 是 行接 千佛之一 排名是在第五 第四是弥勒 换一会儿 弥勒先成佛 他后成佛 因为忍辱波罗密 圆满成就 他提前成佛 弥勒在后面 所以弥勒 是他的后部 他先成佛 所以 对待我人 要以感恩的心 不能怨恨 不能报复 如果有怨恨 自己也吃苦 通通都要堕地狱 要发动战争 不管是战胜战败 国务报都在地 为什么杀人太多 杀人是 好多都是无缘无故的 你能不负责任吗 干在 是人祸里头 败在地 决定不能看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